古物諮詢委員會建議將三個位於港島半山 有過百年歷史的沛水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 而深水埗主教山沛水庫獲正式確認為一級歷史建築 在1904年起後,位於深水埗主教山的沛水庫 在去年年底一度面臨被清洒的危機 引起社會對本港現存百年水庫保育問題的關注 早前已獲古物諮詢委員會而以為一級歷史建築 現在進一步獲正式確認 等完成、加固等工程後,將開放給公眾參觀 同樣屬於百年水庫的,還有三個戰前沛水庫 分別是位於港島半山有133年歷史的雅賓利沛水庫 有124年歷史的山頂沛水庫 同有118年歷史的歌富山沛水庫 三個沛水庫現在的狀況仍然良好 為中半山一帶居民供應食水 古知會會議一次通過 建議將三個沛水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 古知會主席蘇章德希望 今次的建議可以滿足公眾對保育沛水庫的期望 至於同屬雅賓利沛水庫供水系統的雅賓利秋水庫 目前建議列為三級歷史建築 古知會檢視它在整個供水系統裡面的角色、 作用和整個組合價值之後 認為要再諮詢專家意見研究 無線電視的質納是深處的